大家好 今天是5月12号 母亲节的前两戏 那相对的 大家记得 一定要回去 不然就最少打个电话 跟母亲问好 那慰问母亲这一年来的辛劳 更重要的 要有小礼物 钱是最好用的 了解吗 所以周董提醒大家 母亲节一定要有所表示 你才是身为人子 最大的骄傲 好 进入周董的世界 我说台湾股市很多人在关心 方向 方向 这个方向到底要怎么做才会稳定赚 方向 那我也讲过 我说你千万要记得 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招 可以知道台湾股市 我们要做期货跟选择权 要选择哪个方向 这一招相对的 你如果吸收了 当然了 你之前一定要验证 一定要否定 可是当你否定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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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过后 你会发现 周董跟你讲的这一招 你没有办法否定 这时候你就要虚心的把它接受 成为自己最强的一招 最强的一招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张图 什么都没有 这张图什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 里里口口什么 五日啊 还有月线啊 季线啊 半年线啊 年线啊 十年线 什么都没有 干干净净的一张图 只有一条线 十字线 这样证明我只有一招 对不对 来 继续 所以这一招就很简单 麻烦你看 现在盘呢 大盘日K 在哪里 十字线之下 十字线之下 那就是空方 好 那接着记得记得 我们除了这一招看方向之外 还有进场的 进场的招数 进场的招数就是用 台湾的 五月台子旗 也可以讲静月台子旗 静月台子旗的8点45分的开盘价 这是一个进场的切入的一个程序 程序 来 所以呢 周董这样的 方向对一定赚 这个不是废话 很多人呢 以为是废话 我说呢 你看完影片你就知道了 它是呢 方向绝对找得到 而我们绝对一定赚 因为呢 我的影片是连续的 而且呢 我做的方向跟我做的标的呢 我都有讲 所以呢 你可以一路看 看我讲的方向 跟我做的方向 跟我呢 怎么样呢 把单子做好 然后呢 把倍率赚好 你都可以用影片来验证 昨天你有看我的影片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期货的开盘价 期货呢 昨天开在15660 那五月台子旗呢 相对的 我做的这张图呢 基本上呢 把期货呢 所有的重点全部解释完 昨天呢 是礼拜四嘛 所以礼拜三有个夜盘 礼拜三有个夜盘 那夜盘呢 相对的 这个指数呢 点位很重要 指数跟点位是什么 那这个刚好是相颠倒 颠倒什么意思 夜盘呢 昨天最高是15664 最低是15568 那为什么夜盘呢 跟昨天的日盘呢 前天的夜盘 跟昨天的日盘 会有关系 答案简单 多头你要记得 多头的样子叫做 旅创新高 那空头呢 空头的样子也很简单 旅破新低 了解吗 来 所以呢 答案就很简单 你呢 如果真的是多头的话 你要过664 如果你是空头的话 你要破568 早上就 有稍微过664 可是呢 开盘价660 你就不要跌破 你就不要跌破 当你跌破以后 我们在这里 这个区间空 最高空到15667 而后呢 它跌破568 我们全部大赚 那大赚的时候 我也告诉你 昨天影片有哦 记得看昨天的影片 我说呢 粉红色的代表 我没有走 获利了142点 而不走 很多人会这样子 好不容易赚142点 怎么有人呢 选择不走 还逼会员 留空单 那万一呢 谈起来怎么办 来 我说呢 谈起来是你自己乱想 谁规定他会谈起来 了解吗 所以周董看结构呢 是发现说 昨天呢 其实呢 是这两根黑K的连续发动 两根黑K的压力呢 你要记得 每股都连续过高 我们连续压回 而且连续压回呢 这边是有带量 了解吗 所以这两根黑K呢 是真的 有学过逻辑就知道 非A则B 了解吗 如果是真的 你就要相信是真的 那怎么样去证明 它是假的 后续会证明 所以要先相信是真的 来 所以呢 这两根呢 现货沙盘是真的 是真的就很简单 这个空单不用补 粉红色的代表不用补 是不是账面上赚142点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10分K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这是1分K 到了夜盘 因为夜盘的时间太久 所以我用10分K 你有沒有看到 我们空在这样的点位 你有沒有空在这样的点位 15667 这个图是一样的 15667 跌到这里 赚142点 都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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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赚261点 那为什么用紫色的 答案很简单 跌到这里的时候 我跟会员讲 先出一半 那你要记得呢 我的期货是这样做的 我一次呢 都请会员空四口大台 那四口大台呢 相对的 你要记得 这是呢 比较中石户 才有的能耐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耐的话 你空四口小台 那为什么要一次空四口大台 跟四口小台 因为呢 我在一个必要的 必要的获利点 我会先出两口 另外两口呢 我会挂我的成本做防守 如果没有来的话 它会变波段空单 了解吗 那如果来的话 也没有关系 有没有 我出的这两口 我已经赚了261点 这个方法不要告诉别人 自己赚就好 了解吗 这是一个必胜的方法 所以呢 一次要做双数位 了解吗 然后呢 到一个大获利的时候 先出一半 另外一半防守成本 什么叫防守成本 我空在15667了 对不对 这两口空单呢 它最好不要来 它不要来 不要来的话 我永远拥有它 对不对 所以下跌1000点 我这个空单都在 下跌2000点 我的空单还在 下跌3000点 我的空单还在 不要教别人 这是周董的绝招 来继续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怎么做的 我都继续民意的交代 那昨天呢 我也告诉你 我说呢 同一时间啊 我买进了5月 变成月变周了哦 5月的呢 15500的PUT 那为什么买15500 昨天有交代 昨天影片很重要 我最低呢 买到34.5 那这样子是不是 一下就赚一倍了 赚一倍呢 很多人说周董很贪心啊 礼拜四赚一倍不容易耶 那你呢 为什么不获利了解 又逼会员留单 我刚才呢 讲过 我说日K双黑啦 是杀真的 既然是杀真的的话 以逻辑来讲的话 我相信空头是真的 就必须呢 留空单 了解吗 晚上 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期货多赚120点 总共赚261点 我的选择权 竟然可以赚三倍 你有没有看到 三倍 周董很难想象 礼拜四的早上 跟晚上可以赚三倍 很少 因为呢 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是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帮会员掌握 昨天就掌握到了 来 所以呢 我们怎么做的 是不是都教了你 我说呢 粉红色是留单 留着哦 红色的才是获利了结哦 了解吗 再来 我说呢 我有买六月 本来呢 有机会做波段 对不对 可是呢 昨天我告诉会员 我说呢 难得有这么大的获利了 那为什么呢 有的会员做月选择权 因为这样的会员呢 基本上资金比较大 他们习惯了一次买选择权 大概都买三十万左右 那你不要小看这三十万哦 三十万获利四成啊 了解吗 三十万获利四成啊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三十万获利四成 是获利十二万 了解吗 获利十二万以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所以呢 做月选择权的 你千千万万要记得 都是有钱人 来 所以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呢 我要每一次都坐这边 因为会员的信任很重要 那今天呢 5月12号 有没有坐这边 有 有坐这边 那有坐这边呢 周董怎么做 开盘价15450 一开出来过后 你会发现 破低 过高 破低 过高 破低 过高 对不对 周董根本就不理他 因为呢 开盘价值上 本来该做多的 重点来了 我说方向只有一个 我不会像呢 很多人 会怎么想 低阶 高出 高空 低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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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出 高空 低阶 低阶 高出 高空 低阶 你来来回回 你都想做 我没有这种想法 方向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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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所以答案就很简单 关键价之下 时日线之下 本来应该方向只有往下 只有一个 对不对 可是在开盘价之上 很简单 不需要放空 可是要不要做多 周董会想很久 我没有做多 可是我不会被嘎空 为什么不会被嘎空 答案很简单 开盘价之上 不需要空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做的想法 跟我做的获利 都是一个很扎实 而且很细腻的 告诉你 期货跟选择权 怎么稳定去赚它 不是想说 空最高补最低 在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 来继续 所以我讲的都是数学 都是大家听得懂 所以才会稳定获胜 而且重点来了 我讲的不会很难 如果你是多头的话 我常在讲 多头有多头的样子 多头第一个 你要站在时日线之上 这指的是现货 然后加上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也很重要 每天过高 每天过高 那空头呢 空头你要在时日线之下 每天破低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来 周董印证给你看 我说呢 如果你对周董很有兴趣的话 我去年呢 10月27号的影片 你可以去温习一下 因为当时我跟你讲 我开始做多了 那一定会问说 明明大盘呢 已经没有人相信 有多头了 跌到12629了 跌到这么低的位置 大盘呢 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可是呢 当它站上时日线的时候 我直接告诉你 我做多了 而且呢 我告诉你呢 外资呢 未来的节奏是 礼拜四礼拜五压盘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喷出 当时候呢 我印证到了 外资呢 就是以这样的范围 做一个攻击 了解吗 很多人以为呢 一个礼拜 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期货选择权不是这样 因为外资啊 每个礼拜三 结算都要赚 所以呢 它把台湾的礼拜呢 改了 改什么 礼拜四 到下礼拜三 叫一个礼拜 来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是礼拜四 礼拜五 压低嘛 做多嘛 礼拜一 礼拜三 拉高结算 礼拜四 礼拜五压低 礼拜一 礼拜三 拉高结算 对不对 然后呢 礼拜四压低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拉到最高结算 那你一定会问 是巧合 对不对 可是呢 周伦告诉你 如果呢 你看我去年的 十月二十七号的影片的话 你就会知道 它不是巧合 我讲在前面 外资帮我行情 坐在后面 了解吗 这就是我的能耐 来 继续 所以就发现 十字线之上都是多头 都是多头 而且屡创新高 那当跌落的十字线之下呢 都是空头 屡破新低 有没有看到 很恐怖 对不对 很恐怖 对不对 周董发明 没有人发现 我发明 了解吗 所以这样才可以永远坐这边 所以十字线呢 还有关键价 而且关键价之上 要每天过高 它有多头 否则 这六个字 回去念一百遍 关键价站上以后 要每天过高 否则 这六个字 在心里念一百遍 这样子你就会永远做到对的那一遍 所以呢 周董给你关键价 十字线跟开盘价 这就是永远的 期货跟选择权都会做到对的那一边的最高的依据 这是数学 那今天很简单嘛 今天的开盘价 15450 对不对 开盘价之上 你要做多可以 可是千万不要空 了解吗 这就是周董给你的法宝 了解吗 所以我的思维 我的思路 就跟数学一样缜密 它会稳定获胜 而这个道理我也教你了 我没有常思 我没有讲的让你听不懂 我讲的让你一定听得懂 如果你一次听不懂 我的影片看第二次 看第三次 看第十次 甚至从去年的二月一路看到今天 我一定会让你懂 因为我已经讲了 完完全全都是小学三年级就会懂的 道理 来 所以你看到没有 能够在两天之内达到36万点阅率的 不简单 看到这里认为周董讲的有道理的 麻烦你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而且我欢迎大家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最近留言越来越多 而且周董都及时的回复 比如说礼拜二 当你问我说 明天礼拜三15700守不住 是不是会崩盘啊 我说是的 有没有很简单 对不对 所以隔天礼拜三我就恭喜 昨天问我的 你可以赚三倍 最多赚5.9倍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张外资密码表 这张密码表 就是在礼拜二晚上问我 对不对 那问我呢 我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吧 我一定要把密码表拿出来看 礼拜二下午2点45分 这张密码表就会好 拿出来看的时候呢 看外资怎么做 来教你 密码表呢 就看15700守不住 记得哦 这是明天的现货 礼拜二晚上是明天呢 礼拜三的现货 15700守不住 就会呢 来到1550到600 就崩盘的意思 了解吗 所以呢 你看到没有 隔天 有没有崩盘 有吧 可是我们事先就知道了 所以呢 我们赚得到5.9倍 我们呢 就恭喜 昨天有问我了 礼拜二有问我的 有没有 赚5.9倍 那我再多做一趟 我这个礼拜三的影片有交 赶快去看 再赚3.4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靠这张外资密码表 有没有 很重要 它比数学还要重要 因为呢 它是数学的最高端 了解吗 看得出呢 外资在想什么 如果大家呢 有做 有玩过所谓的德州扑克的时候 就知道了 除了看你的牌之外 你要记得 对手在想什么 很重要 对手呢 如果拥大 那他呢 一定会傻根 对手呢 如果心思很缜密 你怎么样让他诱进来 这个底池 了解吗 怎么样要诱敌深入 然后一举尖杀 所以你看到外资密码表 他的心思很细腻 可是逃不过我的发言 因为呢 我做出这张表 就是要看透你外资 来看 外资密码表 这张密码表呢 是今天的 叫五月嘛 对不对 那今天呢 怎么看 就是呢 下礼拜 现货呢 15500点要占得稳 他还有机会往上 可是往上的空间不大 可是呢 万一呢 15500点占不稳 占不稳 他会来到15000到15200 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很准 今天收多少 15500 下礼拜玩很大 下礼拜玩很大 这个要守住哦 现货要守住哦 否则的话玩很大哦 了解吗 那这张表呢 很多人都跟周董要 很多人跟周董要 为什么要 因为当学会了 礼拜二晚上看外资 明天要做什么 礼拜三呢 可以稳定做对的方向 一下子赚5.9倍 一下子赚3.4倍 好 那周董呢 今天给你 除了绝品 绝配1加1 这个专案之外 来 这张很重要 母亲节限定 台股二合一 必胜攻略 也就是呢 你玩游戏 或者呢 你呢 做礼拜三的选择权 你一定要有所依据 有所本 你才可以打败大魔王 你才可以赢啊 了解吗 我们做选择权 为了就是要稳赚 稳赢 那稳赚稳赢的 必胜策略呢 来 周董给你 只有一百个 只有一百分 那给你的电话呢 很简单 我们的电话 一定打得通 了解吗 02-2321-9933 免费索取周董的 外资密码表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